大家好我是Paul 周五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來吧 又到了周五了 The meaty bone 看到了meat這個字 我不知道你會覺得 肉這個字 那bone這個字是骨頭 所以有肉的骨頭是什麼東西啊 OK 來我們往下看 一樣先把它讀完好了 It took both hands to hold the thick juicy piece of meat in front of her Too big to all fit in her mouth at once She licked the sweet sticky coating on its hefty shaft A taste explosion in her mouth She could feel the bone against her tongue As she took the first inch into her mouth But again experience helped her control her gag reflex As she massaged the juicy meat with her lips She giggled as it slipped down her throat Then minutes later it was picked clean Oh how she loved barbecue ribs Alright 結尾 Alright 再說些什麼東西呢 呃 來吧 我們先講一個概念 男生的那個勃起狀態 不是骨頭 你知道男生的那個地方不是骨頭 我們說叫什麼海綿體對不對 可是我們有一個詞叫做boner 骨頭加一個R在後面 boner 這個boner就是男生的勃起 就好像你那個地方變得像個骨頭一樣 OK 所以Give somebody a boner 就是讓誰勃起了這樣子 所以這裡用bon來當作他的標題 事實上不是不好的一個選擇 雖然說翻成中文可能會覺得怪怪的 因為我們強調一下那裡不是骨頭嘛 對不對 好 但是英文是懂的 那如果你有看完他最後的結尾的話 我相信你已經看懂了 這故事只是故意寫的 他是好笑的 他並不是什麼 他是故意寫的好像有點澀澀的 所以希望你可以更為起來欣賞他的文學感就好了 所以需要花兩隻手才能夠Hold住這個 Hold住這個很thick的很juicy的這一塊肉在他面前 那他為什麼要強調兩隻手 你就可以想像一下可能就比較長 It took both hands 兩隻手都得花上去 才能夠Hold住這個又厚又juicy的 piece of meat 一塊肉 piece of meat 我們補一個有趣的片語叫 piece of meat 一塊我嗎 怎麼叫一塊我 這有時候吵架的時候會講 你知道嗎 怎樣 你想要來 你想要打一架嗎之類的 就你在挑戰人家 挑釁人家說 要打架來啊之類的 我們會說 你要吃一塊我的肉嗎 You want a piece of meat 這樣子 You want a piece of meat Let's fight 所以這個 piece of meat 有時候會用在這樣的一個特殊的情境裡面 好 然後too big to all fit in her mouth at once 這個at once是一次 OK 他沒有辦法一次把它塞進他的嘴裡 太大了 來fit進他的嘴巴裡一次 好 好 那at once還要馬上 OK at once 馬上 OK 即刻之類的 好 那這裡翻成一次是可以的 OK 這裡翻成一次 一口吃下去的概念 at once 好 所以沒辦法一口吃一下 然後 接下來 She licked the sweet sticky coating on its hefty shaft 舔了一下那個甜甜的黏黏的那個 這個coating就是一層膜在那上面之類的 那shaft這個字要理解一下 一般的理解就是桿子 這個桿子 高爾夫球桿的那個身體的部分 就是他的shaft 整支叫做club OK 整支叫做golf club 可是你如果強調不是那個頭 也不是把柄 中間的那個部分 那就叫做shaft 這樣理解 shaft這個字還可以有另外一個地方常看得到 就電梯的那個 假設你把你家的電梯 整個像是箱子一樣裝人的部分拿走 那是不是就一個電梯倒 讓那個箱子可以上下移動 所以那個電梯的那個上下的那個 那個空間 那就叫做shaft 所以這個詞叫elevator shaft ok shaft 好的 來 那我們再看下去 她的hefty shaft hefty就大 這樣子 那她嘴巴裡面有一個 味覺上的爆炸 a taste explosion in her mouth 故意寫的澀澀的 she could feel the bone against her tongue 她能感覺到那個骨頭貼著她的舌頭 所以你看again 如果你用中文的角度來看 你就已經知道她好像不是在講那件事情了 怎麼會有bone 對不對 對不對 可是從英文的角度來看 還是可以理解bone的 因為我們就知道 剛剛說的bone 就是讓人家勃氣 所以她能夠感覺到那個bone 好 貼著她的舌頭 當她 當她 放了第一吋進去的時候 as she took the first inch into her mouth 所以這邊用inch這個字 是外國人比較喜歡用的這個長度的一個度量 inch 英寸 but again experience helped her control her gag reflex 但是呢 有 她因為有經驗 所以 前面說了嘛 她感覺到貼著她的舌頭 那是不是放不下去 不是 因為經驗可以幫助她來去控制她的 這裡這個詞叫gag reflex 什麼是gag reflex 一般來說gag這個詞叫做 就那種喉嚨裡面的喉反應 咽喉反應 gag 所以要是你覺得一件事情 吃下去很令人作呕的話 你就可以說 沒有 when I was eating that I gag very hard 就知道啊 幹呕 做呕 所以gag 那reflex是反應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那個喉嚨的反應 就是gag reflex 這樣應該聽懂 你要吹吐的時候 就是你要trigger你的gag reflex ok 好 所以她的這個 她的經驗 能夠幫助她 控制住她的gag reflex 當她把那個這個 很juicy的肉 慢慢的推進去 用她的舌頭 用她的那個嘴唇 所以用了一個詞叫massage 所以你可以想像 她把這個meet 慢慢的massage 進她的嘴裡 做這個動作還蠻噁心的 我自己覺得 然後 然後接下來 當這個東西 終於滑進她的咽喉裡面之後 她就笑了 she giggled giggle這個詞就是 咯咯咯咯咯 這樣子笑 giggled 當她slip down slip down就是滑下去 slip 她的throat throat就是這個 咽喉 ok throat 喉嚨 ok 想像 哇塞 ok 那我們也多講一個概念 你聽過一個概念 叫深喉嚨吧 我們在口交的時候 那個就叫做deep throat 就是深喉嚨 ok 然後呢 幾分鐘後 it was picked clean 所以有一個詞很有趣就是 我自己不吃肉 所以其實我做不了這件事情 我也無法想像我自己做這件事 可是你會做 就你知道 你們在吃喝湯 然後排骨湯 你會剃那個骨頭 有沒有 剃骨頭 那個剃骨頭用的動詞就是pick ok ok 所以pick bones 這個片語pick bones 好 那 所以他這裡說 it was picked clean 所以這個東西啊 被剃得乾乾淨淨 有人看到這裡 大概就已經知道 他不是在講 他不是在吃雞雞 ok oh how she love barbecue ribs 所以他在吃的那個是烤肋排 那肋排有骨頭嗎 對不對 整個在講骨頭 所以rip這個字就是肋骨 這樣子烤肋排 好 所以這是一個很故意的文章 故意寫得好像有點澀澀的 讓你 就 猜到不同的方向 所以還好我又點進來 因為我本來在看這些文章 預覽的時候 我會覺得 哇這個我能做嗎 可是我心裡想到會覺得 說不定這個事實上在騙笑 他完全不會再講口交這件事情 所以果然看下 呀的確不是 所以蠻好的 來我們很快複習一下下 酷 複習時間 meat是骨頭 沒問題 bongs 啊對不起 meat是肉 bongs還是骨頭 boner 這是剛剛說的 男生這個勃起 ok 你如果一定要講有另外一個勃起 叫erection 也很ok hard on so give somebody the heart on 也是一樣 讓他勃起 ok 你說能不能 用在女生身上 讓女生興奮 嗯不行 這個給人家一個boner 跟給人家一個heart on 都是用來修熟男生 ok 修熟男生 那你有沒有辦法形容女生啊 讓女生心欲高漲 喔這個還真問倒我了 就讓 I don't know you make somebody hot ok you make somebody hot 讓誰去燥熱了的一個概念 也就夠了說真的 Peace of me 我剛剛說吵架的時候 跟人家打架吵架的時候 可以用這個方式來挑釁人家 可以taunt人家 hey you want a piece of me come on get it come and get it come and get it ok piece of me at once 通常被理解為是馬上 immediately 或之類的 馬上 那 呃 我覺得剛剛她那邊比較好的翻譯是一口氣 she couldn't fit it in her mouth at once 她不能夠一口氣放進她嘴巴裡 at once ok 呃 所以我這裡的翻譯一次可能怪怪的 我把它翻譯成一口氣好了 一鼓作氣 一口氣 一鼓作氣 一口氣 好 然後shaft有桿子的意思 那你說 當然用在描述那個器官上用的桿子 你大概就可以理解了 但我剛說高爾夫球剛剛也可以用這個字 指示 它必須是感身的部分 那一整支你必須叫它golf club ok 那它有個head 它有一個handle grip 那全部合起來是club 但中間感身是可以叫shaft 是沒問題的 然後另外講到那個電梯的那個 它的那個上下那個存在的空間 叫做elevator shaft Alright 那inch是一般來說 呃 呃 外國女生 呃 外國人衡量那個東西是用inch 不用公分的 我們在台灣有時候說 喔台灣的這個 男生標準似乎是10公分 11公分12公分 然後還說好像比男人高還比日本人高之類的 那我們用的是公分 那你知道對外國人來說 大的機機大概至少要幾個inch嗎 近人見識 一般來說可能七八個inch大概算是夠 可是吃了重鹹一點的可能要九個inch以上吧 你說蛤神經病哪有九個inch的老二 啊真有啦 誰說沒有 你如果時不時有在看一些小電影的話 你就知道九個inch的老二是絕對有的 好anyway gag reflex就是剛剛說的那個喉嚨的反應 好ok 喝醉酒了你要用trigger你的gag reflex來去催吐這樣子 giggle就是女生的格格格笑 多半是用在能不能用男生身上 我相信這個字大概已經沒有性別的這個分別了 giggle ok 這樣子 然後他說滑下他的喉嚨 喉嚨用的是throat這個字 深喉嚨deep throat ok的 pick bones 就我們這樣講 剃骨頭吃東西把那骨頭剃乾淨 用的是pick這個字 cool 好啦講到這裡大概可以了 希望大家有個美好的週末 我是Paul 我們下週見